大家好,我是Alan,歡迎收看投資集記 都一段時間沒有在這個平台和大家見面 由於這個時間就比較忙少少 不過在這個投資集記停跟的時間裏面 港股都出現了一個比較大的變化 停跟前可能四月初四月中的時候 恆子就開始在市底 曾經一度就穿了這個萬六點的位置 但是就在月中開始 又經歷了幾輪的反彈之後 反彈到近幾天就已經上到18,600左右 短短半個月就已經升了2600多點 的確近這三天恆子很明顯出現了一個平整的階段 高位其實遲遲都沒有辦法向上突破 成交量方面也是逐步回落下來 沒有上星期一、二或者今個星期一 動一下就可能 去到14,000、15,000億左右的成交 14,000、15,000 14,000、15,000億左右的成交 但是仍然維持著一個相對比較高的水平 在高位的盤整的時候 也是有一定的支持力度的 說回今次恆子的反彈 但是我相信很大的一個基本因素改變 就是對於內地的貨幣政策 預期發生一個比較大的變化 之前大家都覺得內地一直奉行一個比較謹慎的一個財政和貨幣政策 無論是流動性寬鬆也好 又或者是一個財政的赤字也好 其實都是控制著一個比較溫和的水平 但是在半個月左右 就是半個月前 就是大國行之見底這個位置的時候 開始流傳出 就是未來內地可能會放寬 這方面貨幣政策的限制 甚至有論調 認為可能會推出一個中國版的QE 雖然根據內地的銀行法 央行不能夠直接購買 就是這個波拉IPO 即是說這個新法的債券是不能購買的 但是就可以是賣二手 所以實際的操作上 其實只要過一度就可以了 即是說你政府發行新的國債 然後雙銀行 就是四大行 買完之後 再賣回央行 又或者四大行買完之後 其實就可能抵押給央行 一對一就把錢套出來 兩個在會計的記像上當然會有分別 但實際上其實就沒有太大分別 因為錢都是從央行出 央行怎麼來呢? 印出來 跟2008年的時候 聯儲局印錢直接買 美國的債券 其實效果基本上是一樣的 因為一旦這樣做的話 你就會將債券的息率進一步推低 對於中國內地來說 國債一定是一個 最高級別 或者投資的產品 亦都可以視為 國債的息率 亦都可以視為 無風險的利率 所以如果是央行直接購買國債的話 可以預測到的結果 就是未來內地的利率會進一步的走低 如果貨幣在增發的過程中 人民幣的幣值 就多少少都會受壓 所以有這個預期 對於內地的投資者來說 透過港股通南下買港股 似乎就是一個 小有正規的途徑 可以買到非人民幣的資產 同一時間 亦都是固定收益回報 比較高的一個資產 例如你直接來買香港 買高食 的股份的話 其實就可以達到這個 要求 所以你見到 由兩個星期前開始 港股通是維持著一個 每日 大額的淨流入 所以你見到每一次的升幅 都跟這個 港股通的大額流入 是有關係 由以前 通常低位的時候 北水會買得多一點 但去到高位的時候 北水反過來會減遲 但今次的情況很明顯不是 港股 在折年破頂的情況下 北水也是一個持續流入 所以很明顯是正在炒這方面的預期 但這個預期 我認為 不會無限地發酵 因為你預期 怎樣都會需要 有部份的兌現 或者有部份兌現的跡象 自己的馬拉蘇花 去到現在這一刻 我們做節目的時間為止 我都未見到 內地會有些具體的舉動 其實會有一個貨幣增發 或者中國版的QE 這方面推出 所以恒指升到某個階段 大家的態度應該轉為審慎 和轉為觀望 所以現在這一刻 上升到18,600 或17,700 這些位置 應該都是一個短期的 比較大的阻力位 下方 明顯升穿了 250天線 所以 17,600 這個位置 支持力 亦會比較強 短期 不容易 那麼快 穿回 當然 在一個回調過程中 我相信 大部份的股份 調整幅度 應該是溫和 例如 中特股 那類 電訊 內銀 這類 我想調整幅度 是有限的 而 波旺股 騰訊 阿里 這類的話 我想調整 可能會跟隨大市 稍微多一點 北京的Beta值會比較大 所以大市調整的時候 其實它會跟隨調整的 的幅度 可能會大一點 騰訊有機會 落到384 305 這些位置 亦都不是一個很大的 客行的風險 唯獨市有幾個板塊 我相信真的會特別注意 第一個 一定是地產板塊 內房 是沒有任何 改善的跡象 如果你無論從銷售數據 房價 地產公司 內房公司 債務的狀況 這個角度去看 你都見不到一個 很明顯的 改善 只是 他們之前的股價 過於低殘 所以在大市反彈的時候 實在有很多 投機資金湧入 導致 有一個 比較大幅度的反彈 由於基本因素 沒有改變的情況下 如果市出現逆轉的話 就會很容易打回圓形 另一個值得 關注 特別小心的板塊 應該是汽車板塊 尤其是新行員車板塊 從眾多新行員車企業 公佈4月份的銷售 來看 有很多銷售 比3月更加差 要看4月 已經有部分措施 出台 例如 大家期待已久的補貼 換了形式 以舊換身 如果是舊車 如果是 湯了 香港情況 類似 政府會給予 金額補貼 大約 6000至1萬 不可以 這對於便宜的車 例如 比亞迪 海豚 7萬 9000 可能會有幫助 其次 對於高價的 例如 理想 未來 動下 2、3、4 10萬 補貼6000至1萬 幫助 程度 很有限 所以 整體銷售 狀況 我認為 遠遠 未回到去年 的程度 今年的競爭 比去年更加劇烈 所以 整體銷量不振 競爭又劇烈 價格又低 很多新行員車企 基本因素 比去年 大幅度 惡化了 同樣 因為股價跌得夠殘 所以 在大市反彈 亦會跟隨 一起反彈 如果大市出現逆轉 調整 整固 可能 這些股份 打回原形的機會 就特別大 所以 在調整 整固的過程 這類股份 可能要特別注意 大幅度下調 或者下跌的風險 其他 暫時的判斷來說 市況都是官網為主 不會做太大的動作 這是一個合理的選擇 我們有甚麼問題 我們可以在星期六的節目 或是下星期的投資集 或是下星期三 早上的888 再跟大家更新 下次再見 拜拜 大家記得按LIKE 留言 訂閱 按鈴鐺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如果想鼓勵我們 歡迎 按Suprfans 給多點支持我們 多謝 等等 小谷 按Suprfans 在星期三 財糧 吃 我 滾 Bru reco 低 ARY